大家好,我是卡丹 今天要來簡單的說明動物森友會裡面所有建築取得的方式 在動物森友會世界中 除了豐富的大自然資源之外 還有被稱為七大建築的設施 分別是服務處、飛機場、博物館、NOCO商店、裁縫店、露營地以及芭蕾島 這些建築物要怎樣的取得 是一直以來許多新手玩家詢問的問題 今天我就來盤點動物森友會所有建築設施的解鎖條件 那我們趕快開始吧 首先是我們入島就會解鎖的綠色帳篷服務台 是從一開始就能夠使用的公共建築 室內有附設一些能夠解決出其基本生活需要的設施 帳篷服務台主要的建設功能是指導玩家入門無人島生活 如果在遊戲中完成某些條件 就能夠將這個帳篷服務台升級成服務處建築物 將會有更高級的建築外觀 NPC西司會這個時候也會加入服務處 同時它也會解鎖更多更多的功能 例如說設施、修建、創造、諮詢 以及吸引小動物來觀光的進化任務 這個服務處解鎖的條件有三個項目 第一個項目是建設島嶼的第一道橋樑 另外一個項目是完成三位島民房子指定家居的建設任務 等待三位動物島民完成搬家、定居島嶼 就會解鎖升級服務處了 登島當天在島上搭建自己居住的帳篷 隔天開啟遊戲,立刻就會告訴玩家 解鎖機場設施的消息 機場能夠讓別的玩家來到自己的島嶼聚會 也可以搭飛機到其他朋友的島嶼觀光 或是前往里蘇島嶼收集素材 到巴列島拍照 博物館是收集控最喜歡的文物設施 裡面有水族館、昆蟲館還有畫室館 這個設施的解鎖條件很簡單 只要捐給里克五款魚類或是昆蟲 再來是建立富達的零食帳篷 捐贈15種化石或是昆蟲、魚類給貓頭鷹富達 就可以完成解鎖博物館的建築了 美術館的部分 只要在博物館中收藏物種達成60種類別 再去找富達講話 它就會告訴你想要增加美術品展覽區的一個想法 這時候就會解鎖狐狸MPG出現的條件 島上將會有機率出現一隻自稱是狐狸的狐狸 記得只要跟大家講話買藝術品 這個藝術品就是要作為開設美術館的重要道具 收到藝術品之後捐給富達就可以解鎖美術館了 美術館裡面會展示玩家捐贈的一些東西 包含雕像、畫作或是古蹟文物等這些藝術品 Noco小型商店 裡面可以販售收集到的水果、蟲、魚 還有各種物品給豆狸賺錢 每天都還有不同的當日商品可以購買 這個小型商店的開啟條件很簡單 玩家在遊戲中申請第一次房貸之後 到服務處跟豆狸聊天買賣東西 就會觸發建造商店的任務 只要找尋任務指定的材料 就可以完成解鎖了 附帶題在小型商店開張30天後 並且在商店交易總金額達標20萬零錢 就會解鎖升級的條件 西市會就會宣布小店可以升級的消息 升級後的商店除了看起來更高級之外 內部也會增加更多種類的商品可以購買 裁縫店裡面會販售各種服裝配件 店裡的設計機台能夠下載各種設計圖案 裁縫店檢索條件需要比較長的時間 在路口商店升級開幕的當天會預見捐額 捐額會告訴你說往後偶爾會來到島上賣東西 只要在每次捐額來到島上擺攤的當天 逛兩次衣服的攤位 每次都要記得買一件衣服喔 如果你都有到他的攤位支持 之後捐額再次來到島上擺攤的時候 就會告訴你要開店的消息 這個時候就算是解鎖裁縫店的設施了 露營地的功能是讓動物觀光客來到島上有個地方居住 玩家可以進去帳篷跟動物打招呼 玩一些小遊戲 在服務台升級成服務處之後 離客會請你建立露營地 收集完成建造營地的材料就會解鎖露營區了 巴獵島攝影棚主要提供島主拍攝照片的服務 解鎖條件很簡單 若某天有一隻狗狗在島上閒晃 記得一定要趕快找他說話 他會邀請你到巴獵島上拍照 之後就可以從機場前往巴獵島 好嘍,以上內容就是七大設施的解鎖條件懶人包 之後我還會再製作更多動物森友會相關的影片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如果你喜歡卡蛋林的影片記得多看個三遍 也歡迎追蹤我的推特IG 加入DC群跟大家互動 最後還想來抽獎回歸觀眾的支持 只要按讚留言標註動森七大建設 即可擁有抽獎資格 好啦,那今天就先這樣子啊 大家再見,掰掰! またね!